我是最早就買了 因為現在好像100GB他要收一個月 一個月要100塊,就是 大概4.99,5塊錢每金嘛 一個月要150 那我是早期就買,我是買20GB的方案 20GB他是一年5塊錢的時候我就買了 可是這個方案已經沒有了 我是很早以前就買 那他 我最早使用,各位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底下一個這個這個這個 原來我只有方案是20GB 但是因為底下很有趣,他叫什麼? 掀起導入者額外獎勵 這個應該你們自己看一下,你們的 雲湯一碟裡面 在左下角的管理看一下,應該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我是掀起導,就是說 他才剛一上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使用 我是看著他慢慢改變 其實他剛開始做的不是那麼完善 他是越來越好,越來越好,越來越好的 所以我會感覺到 你要投入一個使用某個東西的時候 或者投入某個試驗,你要看到 他會不會越來越好 如果他會越來越好的話,你就要Follow他 因為他越來越好,你也會越來越好 就有這種感覺 因為你使用到他,你會發現 真的他一直增壓一些新的功能 那這些新的功能對我來說 說太棒了,剛剛好 我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但不見得每個人都會這樣用 可是我會去想說,這東西如果我用在我工作上 怎麼做結合 才會發揮他的最大效益 所以那一般他就額外獎勵,就給我獎勵了26GB 之後 會不會再給我更多,我不知道 不過我用Google的東西來用的 太多了啦 我會覺得說,其實我每年才花5塊錢美金 但是我所得到的 這個收穫,絕對不只是5塊錢美金而已 而且因為我放YouTube上面 然後我另外又弄一個channel,是有掛廣告的 他每個月給我的錢,就不只5塊錢美金了 因為我掛廣告,他有一個 就是 廣告的分紅的機制 就是我是creator 我會有數位內容的東西 我傳上去嘛 那我分享給大家,比如說上課的東西好了 那大家看了之後會有廣告 那他會跟我分 那他分的工資我是不知道啦 反正我就知道說 他說有錢進來,那我就有錢進來嘛 那這個也是 我也沒有想過,因為我本來是一個使用者 那以前是使用者付費嘛 現在不是,現在是使用者不付費 還可以賺到錢 這我不知道怎麼理論 就是 但是你要是,就是說因為現在雲端 最重要還是內容 那你雲端應用,應用,用什麼 對,你最後還是回歸到 最重要的是人的需求 人的需求就是 需要有東西 在上面 動來動去啊 不然的話你 你這個雲端再厲害 也其實發揮了太大的效用 這邊的話提供給各位 幾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表單的部分怎麼做的 另外怎麼說的網址 還有雲端應碟 裡面的這些東西 怎麼去運用 那我想各位也大概了解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那怎麼樣把資歷 我們的那個 視算表在 丟到 Google 雲端上面的應用 其實後面我看有機會 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這邊其實有蠻 蠻多可以用的地方 那 跟Client的視算表 跟Excel的視算表 其實也可以 結合的還蠻不錯的 在旁邊